利比亚内战,是指北非国家利比亚,在2011年发生的武装冲突,交战双方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武装,和反对卡扎菲的势力。 2011年1月,利比亚内战爆发,局势很快失控。 暴徒们开始疯狂地袭击中国工地,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全部停产。 当时,约有3万中国工人在利比亚,主要分布在利比亚东部、西部、南部和首都地区。 人员较多且比较分散,撤侨难度很大。 国家一级响应迅速启动,要把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,一个不少的撤回来。 在撤侨行动最紧张的时候,空军甚至从中国本土直接起飞了4架1276型飞机,远赴利比亚执行任务。 与此同时,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徐州舰,也于2011年3月2日,抵达利比亚附近海域。 最终,35860名中国公民,成功撤离了叙利亚,顺带还撤离了2100名外籍人士。 中国的军事、经济、外交实力,在这次撤侨行动中,得到了全面展现,创造了世界撤侨史上的奇迹。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,在创造了撤侨奇迹的同时, 大量在利比亚的中资专案,被搁置甚至是放弃。 截至战乱发生前,国内的75家企业,包括13家央企,在利比亚有投资专案。 大型专案超过50个,涉及合同金额,188亿美元,约合1200亿元人民币。 利比亚内战爆发后,上述中资企业,在利比亚的工程专案全部暂停。 战争的发生,让中企在利比亚的投资血本无归。 合同搁浅,专案停止,工地,遭到细节和破坏,再恢复极无可能。 并且除了政府层面的建设专案外,中国民间在利比亚的投资也有不少, 至少超过了30亿美元。 如果将民间的投资,也计算在内的话, 利比亚内战中方的损失,将超过200亿美元。 战乱带来的损失,几乎不可阻挡。 能将人员撤出以数万幸。 还要感谢祖国的强大。 至少我们都能够平安回家。 我们都能够平安回家。